馬子慈悲大家好 有同修人問到說 公司在拜土地公吃餓十六 能不能把錄期給他提前 就是說公司有因為人工理由 他會做節錄 那一到拜爺 拜爺就是拜牙 就是七二十六拜土地公 可以把它錄期給提前嗎 這一點顧問是這樣回答的 我們知道民間的習慣 一般的百姓 民家都是拜七一十五 那這個習史是來自於宗教叫養兵 客軍 養兵 這個地方的廟有在照顧這個鄉里 所以對這個廟裡面的兵將 我們來靠軍 靠軍 養兵 另外來拜一個陰陽 來拜一個好贏地 那十五個我們來拜拜 來養兵 拜好贏地 那這是公司請教人家研究的結果 那古斯文營養不良 沒有辦法吃 趁這個機會打打牙祭來拜拜 那開公司做生意呢 就拜土地公 就是拜財神 拜財神 同時來拜陰陽來拜 好贏地 所以做生意呢 公司啦 開店呢 都請你來拜爺 打牙祭 來拜拜 順便呢 吃好料一點給佛祭的 做生意給佛祭 大家吃好一點點 古斯後是這樣 當然 現代人呢 過日子過得很好 吃了都 營養都過了 蛋白質都過了 不需要去補啊 吃雞吃肉啊 出那麼好 可是呢 這個習史傳來 做生意 就是拜爺 拜財神 那我們有拜財神 那我們有拜財神 那如果遇到不方便 人工旅遊啦 或是人休 那怎麼辦 到底拜還是不拜 還是可以來提前 那我想 宗教是帶給人家喜悅的 不是帶給人家麻煩的 方便就好 你如果有誠心要拜 你就把它提前拜 難得一次去旅遊 那事先呢 在前面那一個 十六或十五跟他講 下一次的七月十六 剛好公司去 讓我們呢 我們再來補 以後呢 再來繼續一樣拜 讓我們停一下 暫停一下 無所謂 你第二天有靜天 有靜地 對面有尊敬 就先告知請個假 或是呢 你真的很有誠心 那我提前幾天來拜 也可以 宗教方便就好 方便就好 那就像呢 類似延伸的 我們呢 拜神 一般都安在樓上 在風雪上說 啊神比較高 要住樓上 那現在我們一個透天的三四樓 把神安在上面 何往都在一樓 那要拜一拜很麻煩 很不方便 那有人就問顧問說 能不能把他放在一樓 當然也可以方便就好 你恭敬三把 活法真 你有恭敬心 一般神明 神明他是慈悲的 你方便就好 所以 要不要提前拜 切禮十六 提前拜 都可以 你很誠心 很恭敬 拜財神 來 拜財神 拜荷雅迪 切禮十六 公信 已經習慣了 就已經成為習慣 那你可以提前 如果不拜 請個假 又何妨 以上課顧問的回答 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馬子慈悲